大家好 我是生日清 蠟筆小新的迷 除了衣服 要买蠟筆小新 还有袜子 到蠟筆小新外 今天就是要来开箱 蠟筆小新的东西啦 第一个 蠟筆小新的格西啊 吃饭的格西 复刻卡通影片里面的格西 一定要买的就是这个 一看到我就买了 蠟筆小新超可爱的 蠟筆小新的本袜啦 来 开箱给你们看看啦 就是他们的本袜有个可爱的 他们的丸啊 蠟筆小新的碗筷 就是完全复刻 影片里的那个 他所使用的碗 章鱼 超可爱的 章鱼 蓝色的 再来 他喝的杯子 蠟筆小新最爱吃的东西就是 纳豆 也是我第一次要挑战纳豆 文风上档啊 不知道吃起来如何 怕怕的 先准备了白饭 然后我们一定要用蠟筆小新的碗 复刻一下 只要用一点点白饭 我们来拆开纳豆 好兴奋啊 还是要害怕 大于兴奋 纳豆 他有附个那个 应该是酱油 然后跟一个小黄筋末 好 嗯 纳豆 好 我们就来 拆了 嗚 红鱼鱼 红鱼鱼 千丝 试试看 光是闻味道就觉得害怕 嗯 有一个发酵豆的味道 好 我们就 放进这个杯子好了 来嚼它 来嚼 五个千丝 味道就感觉 这个味道立一下就立起来 好 加酱油 然后他们通常我也加个葱 那我不喜欢吃葱就不加了 把它搅一搅 搅得快 这才好吃 搅到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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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搅下去 一颗豆子都不要生了 一颗豆子都不要生了 搅进去 纳豆饭 就成功了 纳豆饭 就来吃吃看吧 纳豆 我感觉我需要一点黄芥木 我们就把它沾到旁边 好 好 就吃吃看吧 嗯 其实我们味道会有点啪啪的 可是加酱油以后好像 那都是 软软的 蛮好入口的 可是其实只是吃起来 不难吃 嗯 比我想象中的 也没那么可怕 只是味道闻起来真的就是 哥哥啊 嗯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可是我还是有点怕 我不喜欢粘粘粘的东西 但觉得吃起来没 而且没那么可怕 就是一个 不难吃 其实吃进嘴里是不难吃的 但这个味道我不行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纳豆 继续开箱 这是巧克力球 里面有附公仔 蜡笔小青的 我们就来看看吧 里面就是一个巧克力球 那我们就来拆开吧 就是有点像剑达出奇蛋那样 然后里面有附 蜡笔小青的公仔 很怀念耶 小时候就是就在玩这个游戏 就在吃这个剑达出奇蛋 然后里面有玩具可以玩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 来看看里面会是什么呢 好怀念的蛋我想吃这个蛋 非常狠肯 刚刚这个是同样的回忆 非常狠 那把它放上是什么玩具 小青的头脚下 它就是要自己去组合它 它非常多的种耶 非常多种 所以我来看看我们的是什么 我们得到一只小牛仔 非常可爱 牛仔 一只蜡笔小青牛仔 蜡笔 不一样 怎么那么好笑 清凉版的蜡笔小青 好羞耻啊 背后就长这样 只有一件内裤啊 羞耻版的蜡笔小青 所以也是非常的可爱 吃饱饭 然后又吃完点就要干嘛 洗澡嘛 那日本人就来什么 泡澡 蜡笔小青的 泡澡球 然后里面一样有公仔啦 我们就来开箱 是什么公仔 它是这种反省的 很可爱 家人在反省 你们看 里面会有出一包 泡澡的 那人家泡澡 然后我得到的公仔是 美啊 我得到的 生气的美啊 美啊 非常可爱 生气的美啊 消息 你在干嘛 赶快收完去啊 妈妈妈妈 这样 好 那我们开箱就到这里 拜啦